大家好,我是酷子大摩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像素人吃鸡为王的游戏 虽然这个划分,这个人物建模都是这么的似曾相识 但是,让我庆幸的是 这个游戏终于不是自动开火了 我需要自己点开火键才的杀人 终于可以自力更生了 我真的太感动了 诶,什么情况 有关系,我们再见一次游戏 也就是重新开个游戏嘛 然后我看见了一个名为吃鸡王的网友 也不知道是人机还是网友 就先暂时当成网友吧 正在大厅里做鬼畜动作 这种时候怎么能少了我呢 我立马冲上去和他一起嗨了起来 他居然不告而别 这个游戏所有的汽车载具都只是摆设 全都开不了的 还好地图小 不然我就得跑断腿了 然后就是这个枪 我真的是 为啥别人打我就三枪搞定 我咕咕咕了别人那么多枪也没有死 我也不知道这个枪叫什么名字 射程射速和伤害是什么 他也不给我显示 我真的是太难受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游戏体验感极差 闻到一半 他会自动退出游戏 等我再登回去的时候 那具游戏已经不在了 也就是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光所有人 不然要么你被人杀死 要么你被游戏强制退出 这谁能吃街 我下载这个游戏 其实是为了玩它的猪蜜藏模式 我就想知道吃鸡游戏怎么玩出猪蜜藏模式的 我打了好几把之后终于解锁了猪蜜藏模式 让我来进去看看 实际版的猪蜜藏到底长什么样 我现在是个酒瓶子 这不就跟小美和可乐最近直播玩的那款游戏一样吗 这个还有很多缺点 你不能随心所意地选择你要变换的东西 只能系统随机更换 而且只有三次机会 最后我变成了个架子就再也换不了了 这物体也太庞大了 哎 偶遇朋友 你好巧啊 别跑啊 啊 哎呀我去 直接掉到警察面前了 这个模式不行 太垃圾了 我建议你们去玩这个游戏 这个猪蜜藏游戏好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点个关注吧 这个猪蜜藏游戏